前两天我们带大家看了新出的NUC 其实除了NUC之外 英特尔还有各大厂商在CES上还带来了许多我感兴趣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就带你们大概转一圈看看吧 对我们发售者来说 这次英特尔的新品里面最让人感兴趣的应该就是Tiger Lake处理器和XE显卡 作为Ice Lake的继任者 10nm加工艺2020年登场的Tiger Lake处理器还是带来了不少改进的 比如雷电4和PCIe4.0的加入 比如AVX512指令节的运用 DL Boost AI性能的提升 包括在新架构的加持下 相比Ice Lake会带来两位数的性能提升 不过其实我最关心的一点是Tiger Lake搭载的XE架构新显卡 这是英特尔这两年研究的重点 英特尔现在期望用XE架构实现相比Ice Lake翻倍的显卡性能 这次CES上英特尔也正式对外官宣了 基于XE架构的DG1独显 至此显卡界的红绿蓝RGB三色终于凑齐了 不过和你们有些同学想的可能不一样 作为第一款产品 DG1的定位其实是比较保守的 更像是把XE核显单独抠出来做了一张显卡 CES的现场也提供了一些游戏的演示 比如说我们可以以1080P30多帧的性能运行命运2 也可以以1080P接近60帧的性能运行Wordframe 考虑到风险控制 我觉得这第一张独显作为一个入门卡 也算是意料之中吧 毕竟现在驱动都没完善好 就做高端卡的话 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XE架构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可拓展性 如果想把显卡的规模加大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此外现场的英特尔工程师也表示 独显核显一起用这件事也已经在计划上了 将来我们有望看到一些创新的显卡形式 除了Tiger Lake之外 今年英特尔CES上还有一个很重视的项目就是雅典娜计划 简单来说就是超级本的一种延续吧 进入雅典娜计划的PC都得是符合一系列标准的 包括它性能要强 唤醒要快 续航要长 还得有很强的连接性 比如说支持雷电 还有WiFi6 另外就是要有创新的外观形态 关于这一点 英特尔是展示了一台原创的折叠屏PC Horseshoe Band 这个产品用12英寸的笔记本体型 塞下了一块17英寸的OLED折叠屏 折起来是一个笔记本 展开之后搭配一个键牌 就可以当大屏的一体机来用了 我个人认为 折叠屏和双屏尽管不能完全代表PC的未来 但它也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支 尤其是今年Win10X登场之后 雅典娜计划里会出现很多有趣的双屏设备进入我们的视野 到时候我们可以看看这种新形态 到底会不会改变我们的使用习惯 其实今年除了双屏之外 各大厂商还有一些有意思的设计 比如联想的ThinkBook Plus就在A面做了一个墨水屏 配合缩写笔可以实现快速用OneNote寄笔记 红旗则推出了Concept D这样一个专业的翻转屏绘图笔 搭载至枪处理器和Crodio RTX显卡 但最吸引我的其实是Alienware这台 长得非常像Switch的掌机 Concept UFO 和Switch一样 这台掌机也配备了左右两个可拆卸式的手柄 可以拆下来单独合成一个独立的手柄 它也配备了一个底座 可以拓展各种各样的接口 背面也提供了一个支撑架 可以像Surface一样无极的调节角度 而且为了方便支撑 戴尔还把充电口设计在顶上 可以边充边弯 配置方面虽然戴尔的口风很紧 但是我还是想办法套出了一些信息 首先这台机器没有独显 然后CPU是英特尔的10代酷睿 这样推断下来 10有89用的是i7-1065G7的Iris核显 从现场的演示来看 这台机器可以比较流畅地运行 正人快打11E和F1 2019等游戏 另外它配备了一块8寸的1200P屏幕 重量则是接近900克 差不多是Switch的3倍了 C5之人专用 虽然说这台掌机的炫技成分更多一点 但你不得不承认 外星人这个掌机确实还是挺酷的 另一个让我感兴趣的产品 是恢复的这台NZ32一体机 这台一体机最高可以配备i7-9700加RTX2080 屏幕分辨率4K 自带BNO调校的外放 不管是硬件还是设计 在一体机里都算是非常硬核的 我觉得Windows阵营一直都缺乏iMac的有力竞品 不管是从参数上还是做工上 各大厂商好像向来都不太重视一体机市场 但像NZ32这种高端工作式一体机的出现 我觉得有机会改变iMac一家独大的局面 这类产品还挺适合影音工作者的 除了PC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聊的东西 比如英特尔在东京奥运会上 会引入3D运动员跟踪系统 在赛事直播里可以做到实时的数据可视化 包括自由选择视角的体育转播 你可以通过合成多个机位的影像 来从任何一个角度观看体育赛事 时间关系这里我就不一一点评了 最后感谢英特尔邀请我们参加2020年的CES 由于时间比较紧张 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没来得及体验 就等来年再填补这些遗憾吧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